烟酒走私勾当猖獗 柔佛新山水井第二区行动部队两天前 在笨真展开一轮特别检举行动 结果起货一批市值估计达到260万令吉的走私烟酒 堪称是今年柔佛境内第二大宗烟酒走私案 当局同时充公了一艘四引擎船只 一艘豪华船艇以及三辆裸领 不过没有人落网 水井部队在这次进行 一共充公了10万令4千盒走私香烟 以及2880瓶价值不菲的名牌洋酒 执法单位相信走私货是从邻国引进 准备供应给本地市场